好,开始了,开始上课了 咱们就150题 这几题可能讲过,咱们再重复一遍吧 有的之前没听过 在交换机上,交换机上哪些微量可以通过使用安度命令对极进行删除 这套命令就是要知道,末日情况下交换机都有个微量1 这个微量1呢,它是不能够删除的 对吧,对于所有的交换机 它末日情况下都有个微量 微量1,这个微量1是不能够删除的 就是这个啊,所以说D,C,D都可以删除 还有个词,151 然后数字200的含义 这个就是说的是做一个FRMAP 这个是在真中级环境中做的 就是说封装一个 这个隐约封装,就是说绑定 这个你如果说要去10.1.2 就是说去这个对端的IP地址 是这个例子,你要通过哪个端术出去呢 就通过200 就是这样,你不要去10.1.2 你需要把数据从200端术发送出去 这个200其实就是一个DLC编号 就是一个相当于说虚点路 这就是类似于那种微拼吧 虚点路啊 类似于那种虚点路或者BP星 就是这种 所以说200就是个DLC编号 这个实验咱们以后再做 比如说有个实验做一下 152 路由器R21上部署了静谈Nite的命令 当PC方面互联网时 数据包中的目的地址 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这一个考的就是说 Nite的配置方式 这个好像讲过 我应该讲过 我记起来了 这个是数据的转发过程 这个我应该讲过 就是说 如果说你从这出去 从这出去 如果说你做了Nite 做Nite 它变化的只会是原地址 目标地址不会变 如果你目标地址变了 那可能到中间的设备 我就无法转发了 因为你就相当于说 你目的的 你目标就需要拿到IE 是吧 好你突然跑偏了 你跑思科去了 是吧 那都不对 所以目的就不能变了 变只能是语言 语言可以变的 是吧 语言就是你做Nite 它会把这个语言地址 从192.168.0.2 把它转换这个 202.161.1.2 所以说这道题 它问的是 数据包中的目的地址 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没错 这要记清楚 就是说 正常情况下 如果说你不做Nite 你的原IP和目的IP 是都不会发生变化的 是这个 它中间变化的 只是那种二层的 麦克地址 就是这个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如果说你做了Nite 它也只是把你的原 变了 原从192.168.0.2 变成了202.10.1.2 是这样 这样我回的时候 我会把数据 数据 回给202.10.1.2 然后这个设备 它中间会有个 静态影响表 就是做了Nite表 然后 R1会把目的 是 再进行转化成 192.168.0.2 这是这个 这是做了Nite的区别 220无法启动 这一个都不说了吧 要通过FTP 来传输CDRVIP 可以通过FTP 哎不对啊 这题是错的 这题是错的 好 大家注意啊 我想起来 这题是错的 建议选A 大家注意啊 好 大家注意这个153题 注意153题 这个答案是错的 你选B肯定错 我们先分析一下 它说的是 公司的网络员工 网络有一台 A2 220 无法正常启动 管理员希望 更新它的VIP 该如何操作 好 它B的答案是 管理员需要 把A2 2002 配置为FTP 客户端 使用FTP 传输CDRVIP 我们来分析 它这一句情况啊 首先 你这个 ARP A2 220 已经无法启动了 你没有办法 进入系统 你怎么能把它配置客户端呢 是吧 你记住不了系统 它是没法把它配置客户端的 所以说这个题的B答案肯定是错的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需要说 使用Consult线 连接617个主机 你可以使用那个Ctrl Break 中断命令 进入到这个BOTRM 一个界列 来完成系统升级 这个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个系统中 在的BOTRM中 你可以进入到 它有一个命令 有一个那种菜单模式的 比如说 那种小型的操作系统的界列吧 进去以后 你可以更改FTP客户端 这样来更新LOS 所以说 这个答案是A C是管理员 配置R200启动时 通过这个DHCP 获取MPG子 然后通过TFTP来获取VIP系统 这个肯定不可能的 首先你是设备无法启动 你想通过DHCP 可能吗 不可能 这个也错的啊 管理员需要在北地主机上 使用TileNet来实现 远程更新设备的VIP 这个想都别想 是吧 想都别想 这个肯定是错的 我来再给大家说一下 它这个怎么操作的 就是说你 如果说一个R200 无法启动 启动以后 怎么怎么操作 等一下 我找个设备啊 怎么断了 怎么断了 开一下吧 就是这样啊 嗯 我走开吧 怎么打开这个东西了 Ensp 等一下 它是这样啊 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个 A220 存不开以后 它里边是有几个接口的 我看有没有 嗯 这块也没有 有个系统升级 我看它有没有啊 这块有没有介绍的 没有 我们看一下这个吧 它可能是 假如是R200 它应该是 应该是 这个接口吧 可能是零按 G0接口 只要说你这个设备 启动不开 无法启动了 然后你怎么做呢 你就是说 把呃 COSER线插入这个 接上去 然后把一条网线 接到这个零按 G0接口 然后其中的时候 你按到那个Counter Break 它会记得到一个 一个 这种模式吧 就是说 呃 第一行什么命令 第二行什么东西 第三行就是说 能选择号 选择那种方式 你可以选择 进入什么系统 来更新LOS 更新 更新那个配置 这是这个啊 那这个文档 我现在找不到 我试一下 看能不能收到啊 我看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操作方式啊 给大家说 因为这个东西 你们经常会用到的 BOTRM 好像没有 BOT 就这儿啊 大家看清楚 就这个菜单 呃 进入 用Counter 连接设备 然后呢 在设备启动的时候 进入到Counter A 进入到的BOT 菜单 就是这个菜单 有什么 各种方式 你可以输入密码 密码就是 确认 就是ADM 按照华为 然后 他有串口 有REBOT 然后 这个串口命令 在这里可以敲 可以更新什么 BOTRM 然后 更新配置信息 编辑什么 所有的东西 你都可以在这里做 在这里边 你可以把设备 你可以把这个 呃 路由器 配置成一个 FTP 客户端 它是FTP 客户端 然后 从这个 你再找一台 PC吧 用你的PC 做FTP 服务器或者是TFTP 服务器 就是说 通过 这两条线啊 这个线 和你的那个 PC线 直接连接 然后通过 Ctrl 进行控制 把IOS 导入到 你这个 这个设备 导入到AR200 然后 再设置它 从这个 导入到IOS 里面启动 这样是 可以恢复 你的配置 理解吧 对 Ctrl 你看 人家无段上 起的Ctrl A 不是我说的 Ctrl A 在哪了 Ctrl A Ctrl A 就这个 确认就是 确认密码 就这个ADMI 的华为 这个东西 就是说 你的设备 就是完全成为那种 板砖了 一点都启动不开了 是吧 没办法了 这个时候 你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来启动 来启动这个系统 启动设备 来更新这个IOS 知道吧 你们这个下去 可以试一下 这种情况 在线中 用的很多很多的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华为的设备 是经常会出现 IOS 出现不障 启动不开 所以说 没问题吧 这个 所以说这个答案 答案 那个 B 绝对是错的 只能选A 你看 设备已经无法 启动了如何配置FTP客户端 一定要使用Counter 连接路由器 配置FTP客户端 进行更新 VRP 因此选择A 没问题吧 这个 这个基本的答案 当然是A 是B 是错的 没问题吧 好 再接着来 在这块是154 ACL 2002 他配置了一个 ACL 202 应该是个 标比的ACL 然后做了一个 Rule Denying 第一条语句是啥 Denying了Source 172.16.1.1 也就是32文 接着 他又做了一个ACL Denying了Source 172.16.0.0 255.0.0.0 这一个 叫他0.255.0.0 他是这样的 第一个 首先 172.16.1.1 这个32位 是肯定能够匹配 被拒绝掉了 所以说A是正确的 然后他这点重点是说 172.16.0.0 0.255.0.0 这个和我们之前说 那个ACL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大家就理解 就是说0是精确匹配 1是任意的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把它换成 那个二性质 中间这一位 这一位是任意的 0是必须匹配的 也就是 我再加上写一下吧 他这样啊 他现在是172.16.0.0 然后直往反应吧 是那个通平分 0.255.0.0 好 我们把它换成二地质 那就是 0.12345678.0 点零 这样 首先 我们看一下 0 0是精确匹配的 也就是说 好 这一位啊 176 必须得匹配 是吧 好 176 第二位是任意的 说 这中间 这 这个网段 这个段啊 是不管 你是 1 是吧 2 3 一直到254 我都不管 所以说 中间是任意的啊 然后中间我们先空起来 接着 这一位是任意的 也就是这个0是任意的 不是啊 这个0是精确匹配的 这个也是精确匹配的 所以说 就是说 这块是 假如是172 是176.x 点零点零 这个x 它是任何一个数值 从1到250次 它都能匹配了 哦 172 172 172 所以说 我们来对比一下 第一个 它是172.16 1.1 是肯定能够匹配的 对吧 172 因为是第一句的话 就是172 16.16.16 肯定能够匹配的 第二句是172.16.1.0 注意 它是172 16.1.0 它是172.16.1.0 第一个 172 匹配了 对吧 第二个 16是任意的 我不管 我不管 所以说16 所以说16 是可以命中的 但是第三个是1 我的是0 所以说你这块是 屁股不了的 就是我是 这位是0嘛 0就意味着 我这个字符 必须是0 所以说 屁股不了 第三个是 192 那192 这个172 很明显 172 192 不是一个值 这个不对 接着第三个是 172.18.0.0 16 好 172 没问题 是吧 中间18 是任意的 没问题 第三个是0 这是0 这个也是0 所以说这个答案 D肯定是可以匹配的 这个答案就是AD AD 好 咱们接着往下看 这一个是 刚才那个题 咱们又看过了 155 主机从DHCP服务器A 获取到IPD之后 进行了重启 则重启时间 会向DHCP服务器A 发送下面哪种消息 好 既然讲到这了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 把这几个报文 再稍微回顾一下 我看我评定有没有啊 155 155 应该有的 诶 怎么没写呢 我没写没写就算了吗 我给大家画一下吧 就是这样啊 呃 它DHCP是这样的 是这样工作的 嗯 好 DHCP是这样的 首先呢 我们都知道 DHCP属于用来做什么的 DHCP就是说 好 我这个是一个交换机 公司的交换机 这块是一个公司的DHCP server DHCP服务器 DHCP server 好 我这块是一个PC 中间可能是有个 假如说 我这特线是那个 到网关的吧 到路由的 路由 这块是UKANI的 嗯 直接啊 我PC 要上网 对吧 我PC要上网 就是我刚开始 启动的时候 我会像 像我这个局域网中 发送一个 Discover报文 Discover报文 就是这个报文 是什么用途呢 就是说 我要请求服务器 请求公司 这个局域网里面 有没有DHCP服务器 是吧 他要找局公司的 这个局域网的 DHCP服务器 就是这个DHCP报文 当DHCP server 收到 Discover报文以后 他就知道 好 这边有个设备 是吧 你要请求发布地址的 所以 DHCP报文的目的 就是说 来请求 非配一个 IP地址 所以说 我DHCP server 收到 DHCP报文以后 会回复一个 DHCP的 Offer报文 这个Offer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告诉你 你可用的地址 是多少呢 假如说 我给你 非个 10.1.1.1的地址 就是告诉你 这个 10.1.1地址 你可以使用 接着 我PC 收到这个地址以后 我会再发送一个 Request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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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告诉服务器 我 我请求 已经请求使用 10.1.1.1 这个地址 作为的IP 它这样做的 就是 目的是防止说 我公司有两个server 是吧 两个server 有可能说 好 我A 给了你个 10.1.1 我B 给了你个 10.1.2 0.1.1.2 好 我就会发送 Request报文 告诉这个里边 这两个服务器 我选用了 10.1.1 这个2 你可以回去了 可以回收了 这是 它会回复 Request报文 接着 好 我server 收到以后 收到这个 Request报文以后 就会再回复 ACK 就是确认 这个10.1 你可以使用 这是 正常的一个 收发机制 好 现在是情况变化了 它情况怎么变呢 是这样 刚才也说了 刚才我电脑是PC啊 我已经获取到这个 10.1.1的地址了 也就是说 我这块 已经获取到了 10.1.1 10.1.1的地址 好 我这个设备呢 up了 当了 重启了 重启了以后 因为是我电脑中 是含有这个 10.1.1.1的地址的 这个时候 它会回复一个 什么报文呢 request报文 request报文 这个报文什么作用呢 就是说 问 呃 于是之前 我是获取到地址了 是10.1 冲下以后 我就问 确认一下 这个10.1.1的 这个地址 还能不能用呢 是这样 所以说 它会回复一个 request报文 找这个 DGP服务器 好 DHGP server 收到这个报文以后 它就知道了 好 这个10.1是我发送的 这个时候 它会回复一个 HK 告诉你这个 PC 这个地址可以使用 这是 这一个过程啊 所以说 这个答案就是 request 会回复的request 好 此DHGP request报文的 这种机制啊 就是说 客户端 出此话以后 发送广播的 DHGP request报文 来回应 服务器的 offer报文 就是说 呃 我 当我收到 DHGP服务器 给我的一个 offer以后 就是说 offer就是告诉我 什么地址可以使用嘛 然后我就会 请求这个地址 作为使用 对于是广播的啊 他这说是广播的 其实这个啊 这个是广播的啊 客户端 重启后 发送广播的 DHGP request报文 对于也是广播的 来确认 先前被非配的 IP地址等配置 就是说 我是被重启了啊 我要再请求一下 这个地址能不能使用 这就是这个 request报文 好 第四三个 当客户端 已经和某个 IP地址绑定后 发送request 来报文 来更新 IP地址组约 这个什么意思 第三个什么意思呢 它就这样 咱们都知道 那个IP地址 是有个组约的 假如说啊 我 给你非发 这个IP地址的时候 非发IP地址的时候 我要求你 这个可以使用 24个小时 24个小时 是吧 好 当我PC 这个IP地址 用了12个小时以后 用了12个小时 也就是50%了 这个时候 它会继续发送一个request request 这个request 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说 我要续期了啊 已经用了12个小时 还有12个小时 都到期了 我要续期 是吧 要延传时期 好 如果这个时候 你这个request报文 你发送出去以后 你没有收到 这个 叫什么 ALPHA 不是ACK啊 没有收到ACK 那么等到 75%的时候 等到75% 我会注意啊 刚才那个 50%的 发送这个request 这个是单波啊 这个是单波发送的 好 当时间 到75%以后 是吧 等于说还有个 三五个小时吧 几个小时 75% 这个时候 我会发送 继续再发送 5块报文 就是请求出约 这个时候 它是广播发送的 它为什么广播呢 就是说 第一 它要防止说 我之前的 这个DHP server 有没有挂 是吧 如果它挂了 没有回应 我这块还有个server 我这个server 另外一个server 会给我 非发IP地址 在这个啊 在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 你租约 快到期了 它会发送一个 续约的request报文 它的三个工作机制 这个 大家下去好好看一下啊 因为这个东西 华为面试中 会经常问到的 156 A2 G3系列路由器 ACL支持两种匹配顺序 配置顺序和自动顺序 这个没错的啊 它是两种的 这是两种 就是一种 就是说 merge s10和20 它是可以配置 你配置多少就多少 第二种可以自动顺序 这个是两种的 命令的话 我看能不能这个命令 能不能敲出来啊 HL2001 有一个 这个吧 啊 就这两种方式啊 你可以配置 它的out to 还是config 假如说 我配置的config 再试一下 ro permit 192.168.10.0 呃 0.0 应该是ip 啊 permit sauce 192.168.10.0 嗯 0.0.0.255吧 我试一下 行不行啊 defelease 这是入伍 是吧 好 我再 再 再来一个吧 试一下行不行啊 ro 10192.168.10.10 呃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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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ro 10 ro permit 应该是 permit sauce 我看他现在怎么来的啊 好 5 调成第一了 不对啊 啊 对 这个5是 之前的 这个10是 靠后边了 如果说我把它配置成一个 呃 这这种是 很 很没发手工条 2001 match out 如果是out 的话 他应该是你配多少是多少 他会自动选择 哦 可能这样 我再换一个吧 2 嗯 2002 然后是match out 我试下能不能自动啊 如果 如果 permit sauce 192.1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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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255 呃 permit sauce 192.168.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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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我看他能不能自动啊 我看他能不能自动啊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配的时候 我配的时候 第一条啊 对第一条我配的是 先配的是192.1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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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然后配了一个192.168.1.0.0.0.255 是这样啊 是这样吧 我先配的这条 后配的这条 他 因为我配的是out2 out2 所以说 他会把明细的放在前边 把粗犷的放在后边 理解吧 这种是两种的放 一种是config config就是你配是多少 就是多少 对啊 然后说 如果你配了out2 他会自动选择 会把明细的放在最前边 好 再开再试一下 有的可能没没看到 没注意 好 ro permit sauce 192.168.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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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他会不到第一条 他是不是到第一条了 对吧 这个是 你配的时候 配的是out2 和config的区别 好 所以说 这个答案就是两种 没问题 这个答案是两种 配置顺序和自动配 配置顺序和自动 自动就是out2 配置顺序就是config 好 我们再往下看 stp交换机发送bpdo 关于bpdo说法正确的是 bpdo是802.3标准的针 这个没错的 他就是802.3 正常情况下 我们知道有 有两种 一种是那个s2 一种是802.3 然后他说这个是bpdo 针的control字段是为3 我们找一个c 一下吧 这个我倒没没看过 他是不是3 我们看一下 他是不是3 我这会儿应该有个交换机的 好 我随便找一个吧 首先看出来他肯定是个802.3是吧 控制字段 控制字段是3 我们看一下在应该在这块吧 03啊 注意是03啊 没错啊 03 我看他怎么怎么讲的啊 他说的是bpdo针的control字段 就是这个 counter字段就是这个 没错啊 就是这个3啊 bpdo针的control字段就是3 没错啊 就是这个3 所以说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好 咱们再往下看 参考如图所思的输出结果 可以判断该路由器的路由表 是由直接路由和静态路由所成 且直连的路由优先及无法进行更改 嗯 158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嗯 图是这样啊 看着路由表中有一个1.1.1 它是静态配着60 然后103 是0-2 0-2 0-2 它说的是 该路由的路由表是有直连和静态没问题 这是直连对吧 这是上面是直连这是静态 然后且直连路由的路由优先及值无法进行 对直连肯定没法更改的 嗯 直连的 它的这个值 呃 有限级是0 0 是没法修改的啊 这个没错 0是没法修改的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A 呃 159 在RSTP标准中 交换机直接与中端相连接而不是与其他网桥相连的端口定义为直接与中端相连而不是与其他网桥好 他说的是这种情况 呃 我这里交换机 好 交换机与中端相连也就是说这个中端 这个接口叫什么接口 在RSTP中它重新定义了就是说把那个边缘端口作为RSTP的端口 所以说这个接口就是边缘端口 啊 当然就是边缘端口啊 在RSTP协议多与中端相连而不是与其他网桥嘛 与网桥连的端口就不是了啊 那就是有可能是DP有可能是RP有可能是AP 但是呃 所以说与中端的这就是边缘端口 而个三端口在收到VLAN和PVID相同的数据真实 剥离掉VLANND直接转发 呃这个题也是有点争议的啊 而个三端口在收到VLANID和PVID相同的数据真实 而个赛的端口是无法收到带标签的数据真的 因为咱们之前有这种概念就是说 而个赛子他收到的标签都是不带真的吗 你就是就相当于我这个图 我PCE发数据给交换机一 这个结果是耳格赛的结果是吧 PCE发的端肯定是不可能带标签的 而且也不出在什么PVID和那个什么相同的 他说的是PVID和VLANID 他没有带标签的 是吧 从何为什么也剥掉呢 再说了 Zor Martin 假如说你是VLANLINE VLANLINE是不打标签的 是吧 所以说这个题答案 呃 是错的啊 radish 好 这个题答案是错误的 B ер格赛子类型的端口在发送爆纹时 在发送爆纹时 会剥离啊 剥离包围的微量吸息 然后再发动进去 还是刚才那个题一样的 我这是一个交换机 因为是PC中端 它是不能够识别那个TIG的 它不能够识别TIG的 是吧 所以说我PC是耳克赛接口 我在发出的时候 在出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针给剥离掉 必须要剥离掉 知道吧 就是说剥离掉以后才进行发送 所以说这个题的答案就是 剥离包围的微量信息 然后再发送出去 当然就是B的啊 我们站往下看 162 在华为设备中 可以使用undo summary 命令禁止路由协议 RIP VR的自动汇总 好 咱们就试一下 再试一下 假如说我这边有两件设备 我这有两件设备 这个实验 谢谢吧 我东西再起个设备 如果说你没有配置那个undo summary的时候 就是说他你过去的这个明细的队友 如果起了这个接口 起了undo summary 你会发现 D0-0-0-0 IP address 12.1.1.1.24 是吧 好 Display IP interface brief 还没有弄杀当 好 我起个REP吧 REP versing2 network 12.1.0.0 如果说我这块 呃 还有一个 环游口 0 ip address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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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是吧 REP 在Network Network 1.1.1.0 0.0 0.0 我们再看R2 如果说你没有起这个自动汇总 呃 起动有点慢了啊 命令其实是undo summary 这个没错的 这个是关闭自动汇总 但是说关闭自动汇总 这个作用是什么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看有没有起来 还没起来 好 起来了 Tatom G0.0.0.0 IP address 12.1.1.1.2 24 好 呃 REP 1 Rushing2 Network 12.0.0.0 D3 IP 我没会看到 不对啊 不对啊 哦 这个没用 因为我起来就是Bush 2的 它宣告的是 12.1.1.0 直接就是一个 32尾 我undo summary 评认试一下啊 帽子没看出效果 我这块再起一个借口吧 我这块还有个借口 一个S1.0 我也起下 把它宣告一下 嗯 嗯 把它宣告一下啊 Network 呃 10.1.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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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 Network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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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好 S1-0-0 IP address 10.1.1.1.24 我再看一下 10.0.0.0 多少味 没有没有没有起来 没有过来 是24尾号 我在 现在应该是summer 末是summer 我在r1上也试一下啊 12没错 如果新冠试一下 可能要 是吧 现在是 已经是自动汇总了 现在自动汇总 那我关闭自动汇总呢 这个实验 今天做不出效果了 这个实验做不出效果 呃 这个在思科上面是绝对可以出现一下的 但是好 一块儿 如果说你没有敲这个undo summary 它过来就是这样 如果你敲了 不是 如果敲了undo summary 就是过来就是一个明细的 就是个明细就是那个 呃 你过来可能是24尾 32尾的就是这种啊 这个我们先这样记吧 这个实验 没法做出现象 我们再往下看 其实这个mini是对的 Aldo Summer mini是对的 实际上敲的 可以关闭vip v2的自动汇总 没错是vip v2啊 啊 嗯 我再试一下啊 啊 Leah2 好 现在是 关闭的自动汇总 如果说 我再看有没有出现象 哎呀 这个棋他出不了现象 出不了现象 出不了现象我都放弃了 不在这做了啊 大家知道命令对的就行了 我们再看看 如果一个网络的网络地址是10.110-30 那么它是广播地址是多少 这个应该好算啊 你说256减去个30 这个30应该是252吧 30 广播地址就是从0到3吧 0到3吧 30是广播地址 全1是广播地址 所以这个其实当然就是7 这个应该好算 这个好算啊 在VRP平台上 直连路由静态和瑞普 OSPF 它说的是默认一些预先机 默的话我们OSPF 就把它看过个预内和预间算 OSPF预内和预间 它的预先机是10 直连是0 直连是0肯定是最优的 直连是0 OSPF是10 静态呢 静态呢 静态是60 VRP是100 所以说这个当然是B啊 直连 OSPF 静态和瑞普 就是这个 165 如图所示 三台交换机都运行了GVRP GVRP A与C上创建了VLen10和VLen20 B上创建VLen10 SWB通过GVRP 从A和C学到VLen20 如果修改什么机构模式 则下列描述 我们先看一下它什么意思 三台交易对应的GVRP 123 A和C上 A和C上创建VLen10和20 B上创建VLen10 那也就是说 B上是缺少VLen20的 它没有VLen20 然后B通过 B通过GVRP从A和C动态能够学下VLen20 它是这样的啊 我给大家画一下 我还是用个图吧 三台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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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这个交换机上 它有个VLen10和20 这个接口上也是一个VLen10和20 VLen10和20 然后呢 它在VLen2上只有一个VLen10 在SV2上VLen10 它的目的是说 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通过那个GVRP协议 是SV2可以学习到SV1或者SV3的VLen20 所以说导致这块是PC1 SV1的VLen10和这块VLen10的通讯 VLen20也能通讯 然后 它把模式改了 它把这个GF的模式啊 它不改成了FIX 它是这个 它把SWB上0-0-1 把这一个模式啊 把这个模式改成FIX 这个解释 改成FIX 然后就问 一上的VLen10和30VLen10能不能通讯 一上的20和30能不能通讯 第一 一上的VLen10和30的VLen10 这两个肯定没有疑问的 于是 你这块SV2上北施它有VLen10 是吧 所以说你VLen10 我这有VLen10 这时候也有 那VLen10是通讯的 也就是说 主机A和主机C 是可以通讯的 是吧 但是有的人可能在想 到底这个VLen10能不能通讯的 就是V和D能 为什么不能通讯呢 它在这 我看我这边有描述 这是165 我们看一下 我这应该写有的 有啊 我写有 Fix的模式是禁止该接口动态注册和注销VLen 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个接口你是Fix的模式 它不会 就是说 不会注册和注销 不会学习 也不会通过VLen信息 只传播北施体 北施体的静态VLen信息 就是说 我这个接口是吧 我只会把自己的VLen10信息通告给S6E 是这个 所以说 它不会注册 也不会学习 那么我S6E上 北施就没有VLen20的信息 是这个 所以说 我2上没有VLen20 那VLen20这件事不能通讯的 在这块 然后 也就是说 被设置为Fix模式的创合接口 即是允许所有VLen通过 实际通过的VLen 也只能是被实体手动创建的那部分 就是说 我这块S6E上有个VLen10 我能传播过去 如果它没有 那我就通过不过去 只是这个 所以说 只能VLen10过去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题也错的 大家注意啊 又遇到了一个错题 提顾可以啊 提顾你们找个半主任 可以的啊 还要就是说 大家注意啊 注意啊 这个题也是错的啊 这个题是错的 166 这个答应是A 答应是A啊 B肯定 这个D肯定不对 他说的是说 某路由器上 G0-0-1接口的 麦克力是 什么 0010FC03 什么AA73 此接口的IPG是2001 什么211 什么 这个东西 根据这些信息 可以判断出 此接口的 interface ID 是基于什么得到的 他目的考的就是这个 EY64 EY64 好 我们换上一下 我们看能不能换上出来啊 这个东西 EY64 这样换上的 如果说 使用EY64 方式轻易换算 我们先计算一下 就是说 你首先 要把中间给批开 把这个麦克力子 中间批开 插入一个啊 我个一步一步演示啊 中间插入一个 FF 杠F1 FF F1 大写啊 FF F 杠F1 好 是这个 然后插入以后 你把这一位 把它变成二进制 0010 没错吧 是不是0010 这个 0010 好 0010 你把它变成个二进制啊 呃 我找个计算器吧 0010 找个计算器给大家换一下一下 呃 10 换下成二进制 16进制 10 把它换成二进制 应该是111 12345 嗯 111 12345 对不对啊 11 12345 呃 12345 6 7 8 呃 0010 还有 军队前面应该还有八个零的 12345 6 7 8 是这样啊 0010嘛 0010 你把它换算成那个 呃 换算成 二进制 应该就是这个数字吧 00前面是12345678 对这个 10 就是这块 然后他是把第七位数啊 1234567 你把第七位做翻转 第七位翻转 好 翻转出来以后就是 这样啊 第七位翻转 是0 把它换成1 1 把它换成0 呃 换出来是 1234567 这个应该变成1 是吧 1234567 没错啊 然后 我们再把它换算成个16计制 我们看一下这多少 嗯 0010 10换算成2计制 应该是个2 应该是10换成2计制 啊 10换成16计制 是2 好 这次应该是02 02 然后是1110 1110应该是 还是10吧 我们看一下啊 嗯 清楚呢 在这啊 换成16计制 还是10对吧 102 102 后边不变啊 后边还是什么FCFF FCFF 然后F103 F103 A73 我们对比答案啊 前边是前面这个数是任意的 呃 如果说他前面是2001 前面是前缀 他是加了一个2001 冒号冒号 就这个 然后02 他这样换下来了 02 是吧 02 然后 然后这样啊 这是一个IPV6地址 注意啊 这是IPV6地址 我们比一下 2001没错 冒号冒号没错 02没错啊 0的可以省阅的 没错 210也没错 FC FCFF FCFF 没错 关键他后边是A73 这错了 呃 应该是FCFF 中间是少一个F103 是吧 少一个F103 A73 少个这个值 呃 是0210啊 没错 关键是后边错了 他少一个F103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少个F103的 不是F10 而FC03 应该是 哦 是FC在这 我看一下 我又没有算错啊 FC F1 没错 是少个F103 好 大家如果不信的话 我找一个斯科设备 华为设备这个实验室 做不出来的 我可以找个斯科设备 给你演示一下 这个肯定错了 稍等一下啊 我给大家演示 这个其实答案是绝对错的 呃 斯科是可以可以这样配置的 可以配置它是使用IPv6 获取这种机子的 咱们试一下 嗯 好 我把这个机子给大家拿上去吧 到时候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我这儿有啊 哦 这是之前算的 我看大家 我之前算合的有没有冲突啊 2001 20102 0210 没错 FCFF 没错 F103 没错 A73 好 也是一样的 我给大家直接打开个设备 10.1.10.120 还需要验证吧 这个 我就这个不需要验证了吧 因为是很明显 你看出来它少一个段 少一个F103 是吧 少一个F103 这个很明显是错的 我看设备开了没 如果开了 我给大家验证一下 如果不开 我都算了吧 嗯 这一个 R1的话 先试一下吧 但是一个设备估计 只能抄一个 1.0.0.0 机子 config 呃 我 10.0 10.0 是吧 10.0 好 10.0 我改一下 麦克 机子 因为是华为 上面是没法改麦克 地址的 所以说 我没法在华为 上面做 呃 麦克 地址是 多少呢 好 是点 点号 好 呃 IPV6 UNICAST 10.0 IPV6 Delabor IPV6 Ipv6 Address 可以配置它一个 Auto Config Default 吗 DHCP VPED 我看命令 有没有错 可能是它 Ipv6 Address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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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g Default 好 Do Show And E0 -0 Show IPV6 Interface E0-0 我们看有没有快点这个机子啊 它的机子是 这个是 我们看 Linke Logo 机子 前面F1800 这个东西 前面这个啊 是它的那个前缀 我们就把它换成成个2001 一样 后面是210 我们看啊 它这个答案 它的答案是 0210 FC FF FC FF FC FF 没错 F103 接下来是F103 没有 和我这一样 F103 A73 是吧 所以说 这个答案 绝对是错的啊 当然是错的 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就休息一会吧 反正今天好像已经走到两个错答案了 好 稍微休息一会啊 咱们接着往下看啊 嗯 刚才到第几了 好 跟着应该是IPV6 好 IPV6这个错的 这个答案是错的 167 在PPP中 当通信双方的双端 减测到物理链路集合时 就会从链路不可用阶段 转换到链路建立阶段 在这个阶段 主要是通过什么协议 来进行链路参数的协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主要就是用那个LCP 我看我当中有没有啊 之前应该 我的资料之前应该有的 看我这有没有 好 PPP的三个主要协议 第一个就是链路控制成协议 就是LCP LCP主要就是用来协商建立 拆除监控 PPP数研 就是说 LCP的就是说 你是修公路 修路的 修路 你要猜路 还有协商这个路怎么通过了 怎么收费的 这个就叫做LCP NCP网络称控制协议 NCP是做什么用呢 就是说 来做这个 协商该数据链路上的 数据包的格式与类型 其实主要还是 协商那个什么IP地址的 我什么IP地址的 还是苹果那个系统的 还是IPX系统的 等等等等 就要协商这个 你包括IP地址 都是在这个阶段协商的 是网络称控制协议 它为此认证 Pipe和Champ 主要是说 我要输入用户密码 这个安全方面考虑 可以做个认证 可是这个 三个主要系 但是LCP 它是来协商 用的参数的 你包括协商 我用什么认证呢 用Pipe还是Check 我的MIU 还有什么防怀机制 就是那个魔术字 就这个东西 等等 LCP 关于RIP路由协议 下列描述这一条事 好 这个题也是有点坑的 它说是路由器 不可能发送 跳数为16的路由条目 因为咱们都知道 路由的条目 RIP路由条一般是15条 超过16条 这不可答 那到底能够发送16条呢 好 我们接着看一下看吧 BIS路由器 可能会收到 直连雷居 发动的条数为 16的路由条目 但市场会 会立即揪气 不再做任何处理 这个意思说 我路由器是能够收到 路由器的 C 好 路由器可能会收到 直连雷居 条数为16的条目 那B C是不是也是说 能收到呀 收到后 会利用它来更新自己的路由表 D 一般描述都不能去 最起码我们排 排图掉 D肯定不对 是吧 D 肯定有问题 A也不对 答案只能在B7之间选 到底能够是 收到16条呢 答案是肯定的 它肯定收到16条 收到16条以后 它到底怎么做 好 我这边有一个 看一下我的总结 这是RIP的定时器 好 RIP呢 它是有四个定时器 什么更新定时器 老化定时器 垃圾收集定时器 和E的定时器 我们重点看 E的定时器 在当RIP设备 收到对端的路由更新 其扣死了为16 也就是说 它跳回16的时候 对应路由 进入一致状态 并成一致定时器 这一句话说的就是说 我RIP 是可以收到 更新的扣死为16的 是可以的 然后为了防止震荡 在一致定时器超时之前 即使在收到对端路由 小于16的更新 也不接收 当一致定时器超时后 就重新允许接收对端的路由更新方文 这一句话说到这里 你收到16以后 我会做一个路由选择 是吧 低于16的 我就不会再接收了 其实也就是类似于说 它的一个 这一句话 利用它来更新自己的路由表 可以这样说 接着 这会还有一句话 好 每一条路由表 对应两个定时器 老化定时器和垃圾收集定时器 当学到一条路由 并添加到六个路由表中时 老化定时器启动 如果老化定时器超时 设备仍然没有收到雷居 发来的更新报文 则把该路由的度量值为16 并启动垃圾收集定时器 如果该什么超时 仍然没收到 就在六个表中删除 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日路表有几个更新器 有几个那个定时器 就是说 闷的情况下是30秒发送一次 当 假如说 我当 假如说1和2和3 它是路由器 我1收到了2的路由器 正常情况下 它每30秒更新一次 超过的时间 我没有收到 是吧 然后 它就会认为雷居出问题了 这条路由已经不可能用了 是吧 然后 它把这个跳数改成持久 就表明这个 路由不可答了 不能答了 如果说 到最后 那个180秒以后 垃圾收集定时器过了以后 我还没有收到这个路由 那么 它就会把这个路由 从路由被删除 那是这个 所以说 这个题的答案就是B 路由器可能会收到直连邻居发送的16的路由条路 收到后 利用它来更新自己的路由表 这个题答案是对的 没错 169 以下 哪些垂除介质 是华为路由器常用的垂除介质 这个的话 你单独看这个 大家已经没法选 我给大家找了一份一个资料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说 你在路由器上的时候 你可以 选择什么 Version 你能看到它的一个 这个机制 是吧 SDRM 第一个 有个SDRM 说明我路由器有垂除介质 是有SDRM的 接着 还有个Flash 也就是有Flash 是有的吧 然后NVRAM SB NVRAM 然后SD card 这个hard disk是肯定没有的 这个华为的这个路由设备啊 它是没有硬盘的 所以说这个题答案就是A B C D ABCD 不是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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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这个169 看170 二层以太网交换机 根据端口所接收到的报文的 什么生成办法的表象 首先 我们能够排除这两条 原IP和目的IP 这肯定是错的 是吧 因为是 原 我们因为是二层以太网交换机 二层交换机是不可能学到那个 呃 原目IP的 它只能根据 麦克地的学习 具体是根据原麦克地和 目的麦克地 这个就牵扯到 在我之前讲那个交换机的 那个学习机制 或者转发机制 就是说 我交换机 收到 PCE 发送过来的 ARP 请求的时候 我会记录 我会把这个 这个包围的原麦克地和我这个借口做个关联 是吧 加入我这个借口的麦克地表里面去 是这样做个关联 所以说我们这个题的当然就是根据原麦克地的学习的 根据原麦克地的学习的 是什么呢 好 咱们接下来看啊 看一下171 OSPF中 一台DR路由器 会与哪些路由器交换链路状态信息 它是DR啊 DR啊 这个题咱们之前是也讲过的 好 假如说我这个是 我图重新画一下啊 重新画一下 好 一个交换机 有四台路由器 一二三四 有四台路由器 他们组建了一个OSPF雷链 好 假如说现在 我 这个是DR DR 呃 这块是BDR BDR 那么 剩下这两台就是DR的 正常情况下 它建立雷居关系这样的 呃 我再去稍微画一下吧 嗯 其实这个都是基础 大家 还是要 好 咱们给他说一下啊 首先这个牵扯到那个OSPF雷链建立 注意 这个题考的就是那个建立的时候 呃 DR和BDR它之间 它是一个Full的雷接关系啊 是雷接关系 然后 然后DR 和这块 也是Full的 DR和这块 也是Full的 然后 他们和BDR之间 也是Full的 注意 Full 也就是雷接关系 叫雷接关系 雷接 叫雷接关系啊 然后DR的之间 我换个颜色吧 DR的之间 它是一个突围的 它是个突围的 突围 也就是只是雷接啊 它只是雷接关系 等于说是物理上 是在一块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交接的 叫雷接关系 雷接关系情况下 如果说它是雷接关系 它会交互那个什么 呃 那个LCCC 也就是说 我们几乎讲的 DR的会与哪些流取交换 列入状态信息 交换的列入状态信息 其实就是说的是交换 那个 就是在Full之间交换的 Full之间交换的 也就是雷接关系之间交换的 好 也就是说DR的 会和DR之间交互 会和BDR之间交互 是吧 谁说这个题答案就是 DR和BDR AB 172 如图所示 这个H征中包含了一个 从主机 A发往主机的IP报纹 那么H征的目的I 目的麦克征是多少 这个其实考的还是那个数据转发原理 其实我昨天给大家讲过 好 今天再给大家 呃 回顾一遍吧 这个真的很重要 好 数据转发原理 我 重新把它删了吧 重新建一下 嗯 我这是个PC 我看它图怎么 怎么画的啊 中间三台流游器 两个PC 两台PC 中间三台流游器 1234吧 这个再来一个路游器 好 这是三台流游器 好 这是三台 它这块我看有没有地址啊 呃 没有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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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随便给写个地址 假说我这个地址 呃 这台他的地址是10.10吧 10.1.1.0 好 这个是呃 一 PC是一 这个是二 假说我这个是 呃 36.1.1.0 好 我这是三 这个是六 假说我PC2 要访问PC3的时候 对它发 发文转发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我PC3 会找我的末日网关 这个时候 在三层层面的封装时候 圆 注意 三层层面封装是 呃 圆 是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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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 木底 是 36.1.1.1.3 没错的啊 圆木 是不会变的 接着 这是三层封装 二层封装是 圆 是我的 PC2的 假如说我PC2的 它的麦克力是 1.1.2.2吧 它的麦克力是 2.2.2 好 我这个麦克力是 3.3.3 我这个是12吧 它是12.12吧 12.12.12.12 那么 我在圆 三二层的封装 它的圆就是 2.2.2 然后 目的就是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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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这次说 我这个数据报文 在PC2 发送给PC 这个 啊 A2的时候 好 当这个数据 到了R2 往R3 传的时候 注意 它原目 是不会变的 原目 IPD不会变 会变的 只是 它的三层 二层 麦克力 例子 假如说 我这个麦克力是 嗯 21-21-21-21 好 我这个接口目的是 13-13啊 13-13-13-13 那么 在这个阶段 我R层会重新封装 原麦克就是21-21-21-21 然后是目的 那就是 呃 13-13-13 这是 在我这块啊 假如说这个数据 到了R23和R26 到了R23和R26 好 那我这块是不会变的 原目IP也是不会变的 会变的 只是它的三层 好 在这个阶段 它原麦克力 那就是 A2三的G0-0的麦克力 目的麦克力 就是说 A6的G0-0的麦克力 是这块啊 所以说 呃 到这的答案 我们看一下 它的图是怎么画的啊 所以说 它是在这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 原是G0-0-1的麦克力 目的就是RTC的RTC的G0-0的麦克力 RTC的G0-0 RTC的G0-0的麦克力 所以说 这个答案 就是D啊 好 是这样啊 这次交由72 172起 嗯 我们再往下看啊 管理员 在网络中 他部署了 一个 一台这个DHCP服务器之后呢 发现 部份主机 获取到 非该DHCP服务器 所指定的地址 则可能原因 有两件 好 我们分析一下 它是这样 我这边 我这边 是一个 交换机 好 我这边有个PC 这是一个Server啊 呃 这个是DHCPServer DHCP的Server 好 假如我这个Server 网段是10.10.10.0-24 那么 我这块 我这块有个PC 我这个PC 它获取的地址 不是这个网段 有几个原因呢 第一种原因 咱们可以考虑 如果说我PC 它获取不到地址 假如我发送了一个DHCP 的网文 但雷军没过响应 超时之后 我PC 会获取到一个169.254 等等啊 什么169.254 就是这个 可能是169网段的地址 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获取到169的地址 这是一种情况 硬化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这个局域网中 还有另外一台Server 还有另外一台 那个DHCP Server DHCP Server 好 我这个网段是12.0.0.0 那么我有可能获取到12.0.0.0的地址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它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169的 一种是另外一个DHCP服务器的 我们看答案 当然是网络中 可能存在另外一台 工作效率更高的 DHCP服务器 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不菲主机 无法与该DHCP服务器 正常通讯 这些主机客户端系统 自动生成了169.254 这个也没问题 不菲主机 不菲主机无法以该DHCP服务器正常通讯 但是获取下127 这肯定不必 127是还回口 127254其实是一个还回口的例子 它不是那个什么例子 我们可以大家演示一下 我如果在PC上 在我的PC上 我随便P P 127 127.0.0.1 没问题 它的还回口可以通的 那有的客人可以说了 我P12127.10.10.10 能不能通 它也能通 有的说我P一下 127.2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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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通 为什么呢 这个还回口是一个网段 不单单是一个IP地址 好 咱们可以P一下它的地址 P P了是吧 127.254.254 就是说 还回口地址 它是从127.0.0.1 到127.255.255.255 不是 254.254.254.什么多少 这都是可以的 都是还回口 所以这个肯定是错的 不可能获取了一个还回口地址的 然后DHP服务器的地址 已经全部全部完毕 比如说 你地址池中 已经没有可用的地址可用了 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也是获取了地址啊 所以说 该提的答案是 A B D 好 我们看170次 在VIP平台上 命令 Interface VLAN VLAN 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其实 这个 您好理解 假如说我交换机上 我这个交换机上 有个VLAN10 你可以使用这条命令 Interface 是吧 VLAN10 就是说 用这条命令以后 你可以就是说 相对说 起了一个SVI借口 虚拟的VLAN借口 你可以在这配置 什么地址 不是 你 这个就类似于说 你起了一个VLANRF 在思科中 叫SVI借口 华语中叫VLANRF 其实就是一个虚拟的VLAN 那个 那个机子啊 所以说这个答案就是 所以说该提的答案就是 哎 不对啊 知道我们的答案就是 创建一个VLAN 不对啊 创建VLAN是VLAN多少的 不是这个 创建或技术VLAN 虚拟口试图 好 这个没错啊 然后给某端口配的VLAN 也不是这个命令 这个无耻命令 更 更离谱了 呃 一台 Windows主机 初次启动 如果无法从DHCP 服务器处 获取了IP地址 那么此主机 可能会使用 下面哪一条地址 刚才讲过了 169啊 169 178 176 在华为下面都 管理员可以在 RipVR中 宣告直网 原因是 RipVR中的 支持VLSM 这个VLSM 和这个宣告直网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 没有关系的 呃 他这个RipVR的时候 只是说 他支持那个 在华为下面 中只能主类网 就是说 你宣告的时候 假如说啊 你要宣告一个 10.10.10 你只能宣告 10.0.0 好 我先演示一下吧 好 假设我这次 写个Rip 是吧 你要宣告 Network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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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你会发现 宣告不 不常去啊 你只能宣告一个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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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是这样 只能这样宣告 呃 所以说 这个题的当然就是 他不对的啊 不对的 就是说 呃 只能宣告 主类网络 我这个 少一个词 只能宣告 主类网络 嗯 宣告主类网络 与这个 子网是没有 什么关系的啊 关系不太大 这个是错的 看177 管理员 想要通过 USB线来 来为 AR2200 升级 配置文件 这个 下面要正确的是 首先 他这个就 类似于说 我们用手机 那种USB线 是吧 接上去也要配置 其实和那个线 是 类似的啊 然后 他说的是 使用 迷你USB线 连接PC和 AR2200的 迷你USB接口 嗯 那这个肯定对的 你不连接 怎么能通的 对吧 就像我们手机一样 你想 刷那个手机的iOS 或者连接 呃 往手机传东西 你是不是先连接线呢 然后是不是要装个驱动啊 是吧 这个一样的 第一 先连接线嘛 第二 连接驱动 是吧 然后他说 AR2200不支持使用USB的更新配置 这个是错的 是可以的啊 使用迷你USB线来 连接PC和AR2200的USB接口 他这个数的更离谱了 他说的USB接口啊 USB接口 这种 他连接 USB接口不是这种啊 不对啊 USB接口 他是做那个 呃 那个其他东西 其实不是连接 不是连接的 他可以擦那种 U盘什么东西的啊 那种东西的 不是连接 这个叫什么的啊 这是错的 以下是某运行STP交换机上所显示的端口状态信息 根据这些信息以下的描述错误的是 呃 最起码说 我们当 我们在一个交换机上 你第一次配STP 第一次配STP的时候 你看到你的所有接口 全部是否定 是吧 状态是否定 角色是DP DP要design的 DP指定端口 就说明这个交换机 很有可能 他就是那个 给桥 给桥啊 然后他说 此交换网络中 有 有可能只包含一台交换机 呃 那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我说我这个交换机 就像我这个图啊 呃 我看有没有这个图啊 就像我这个图 这个交换机 里面三个PC 所以说只有一个交换机 它交换机接口 肯定都是那个 佛罗定的 而都是DP 也没错 第二 呃 此交换机 可能是网络中的 给交换机 它本身 很大可能 就是给交换机 没错 这个也没错 此交换机 是他所连接网络的 非指定交换机 如果是非指定交换机的话 它是不是要 要有那个 RT的 给桥 给给端口的 对吧 这个肯定不对啊 他没有给端口 肯定不对 呃 可能连接了六台 其他交换机 如果说连接六台 其他交换机的话 那都 B 对 也是有可能 他说可能 也没错 可能连接六台 其他交换机 它是给桥 也是有可能的啊 呃 所以说 该提的答案是C 如图所赐 A与B 希望通过单币路由 实现微电源通讯 则在 呃 他之间做什么 这是0-0-1.1 0-0-1.2 呃 这是微电 10 这是微电2 20是吧 首先你这块要起微电 第一个 你要把这个接口 画微电10 也就是说 呃 1.254 对啊 就是V 这个主机A 画微电10 主机B 画微电20 接着 你要把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 配成Tunk 而且让它允许Tunk Alose 微电10和20 接着 你要在这一个 G0-0-1 接口上 其子接口 0-0-1.1 然后封装 VID20 不是 在1.1 接口上 封装是VID 是20 哦 10啊 这个是10 配置IPG 只要1.254 接着 你要在这个1.2上 呃 匹配那个VID是20 是吧 VID是20吗 因为你是微电20吗 封装这个VL20 呃 然后配置配地址 这是它的一个操作步骤 我们看答案 你要封装 你这个接口 你肯定要封装VID交零嘛 你交零的1.254 你这个1.254 它微电10 和我这个子接口对应的 所以说 必须要把它封装 那个VL10 当然就是B 看下一个 呃 下列 关于IPV6 比方重要的是 IPV6的地质长度 是128个比特啊 可不是64 是128个比特 当一个IPV6 报文头 有多个夸展头部 时夸展头部 必须有序的出现 它这个考的什么呢 就是说IPV6 可以有多个扩展那个头部 每个扩展头部 对应于下边一个 呃 那个 下下一个呢 头部的数据 它是按照数据 进行那个 什么的 嗯 那个什么的啊 它是按照数据的 嗯 IPV6地质总长度 18比特 通常会八组 每组为四个16G 这个形式 每组16G 中间有冒号飞格 好 我们这个是没错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 扩展头部吧 我找个报文 大家看一下 大家找个报文啊 找个那个格式 大家对比一下 嗯 我的那个 等一下 我找一下啊 嗯 找不到 我看我能不能找到啊 咦 怎么没有呢 啊 在这儿 我们看一下 IPV6的格式 IPV6 呃 它说的就是一个 扩展头部 啊 在这儿 表2 IP的扩展头部 就这个东西 它是按照数据来的 按照数据来的 IPV6的扩展头部 还认识 头部教育 TL 嗯 我怎么没显示 其实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子段 快点头部 我们看看 有没有那个 哦 徒步教授 没有 没有就算了吗 这个 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吗 这个他的 是按照税 有没有税去的 不是随便排列的 我们再往下看 181 用Telnet的方式 登楼路由器时 可以选择哪几种认识方式 第一个是Password的 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 Password认证 第二个是Password 第二个是AAA北地认证 是没问题的 可以指示AE就是说 AE北地认证 就是说你配置用户名和密码 就是这样 MD我肯定不对 不认证也不对 所以说答案只能是AB 咱们可以试一下 第一个是Password 应该好理解 大家都知道 都会玩 是吧 他配置Telnet 好 你要记住这个VTY接口 Use Interface VTY0-4 然后认证 AEKMOD 你可以配置什么认证 AAA认证 这是一种 是吧 接着 或者说你配置Password 两种 只有这两种 与MD5没有什么关系 要么是A 要么是Password Password 就是说你只输入密码 就可以了 如果说配置A 就需要输入那个 用户名和密码 相对 M相对那个Password来说 是 可能是安全一点 好 就是这个 我们往下看 如图所思 A的什么 没图 我们找个图 看182 182 182 如图所思 好 A的什么G0-0-0 这块和这块 0的不同网段 A作为网关 主机A在发送书记 给主机C之前 主机A 发送数据 给C之前 好了 这道题又牵扯到 我昨天讲的东西了 就是说 转发原则 数据的转发过程 首先 A要防卫主机C 你A和C 是不是不在一个网关呢 你不在一个网关 我主机A 发送数据的时候 你不在一个网关 我就会把数据 发给我的网关 他的网关谁呢 好 G0-0-0 这个时候 他会检查 我的麦克力表 有没有 网关的麦克力 麦克力 如果有 我直接封装 如果没有 他就会发送一个 ARP request 请求 网关的地址 网关谁呢 G0-0-0 所以说 A就会请求 RA的 G0-0的麦克力 A G0-0 当然是 A的G0-0 没错 是B 看下一个 一张图片 在发送方 使用应用软件 通过网传递时 经过TCPIP 封装流程为 数据 数据段 和数据包 数据帧 和数据流 这个是正确的 我给大家找一个格式 看一下 好 这是我今天 应用数据 需要经过TCPIP 每一层处理之后 才能通过网络 传输到目的段 每一层上 都要使用协议的 单元 来必死交换信息 不同的 包含了不同的信息 从上层数据 到传输层 它会添加IP头部 穿加TCP头部 叫个数据段 先加个TCP头部 叫数据段 然后 这是在那个 然后到网络层啊 到网络层 这是传输层 到网络层的时候 它会加上一个IP头部 IP头部 就叫做一个数据包 然后接着会到 那个列入层 列入层叫一个数据帧 最后帧被转成比特 叫比特流 这个 它是这样风光的 这是TCP封装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吧 假如说 你以个数据 从上往下 要封装嘛 它是自成 好 这是一个原始数据 好 你到了传输层 传输层 它会加上一个 TCP的头部 这个数据啊 加上一个TCP头部 这是TCP头部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它叫做一个数据包 应该叫数据 数据包 我还是吧 我之前也 你叫数据包 数据段啊 叫数据段 叫数据段 这是传输层 接着 它到了下一层 到网络层 它会加上一个IP头部 IP头部 叫一个数据的包 这个人叫包围 IP等下叫包围嘛 叫包围 是吧 叫数据包 报围也行 数据包也行 你叫报围 叫数据包 叫数据包 数据包 接着 它再往下封装 到了二层 二层是吧 它那个 是麦克粒子封装的嘛 它会加上一个 针的头部 就是原木麦克粒子 针的头部 针的头部啊 这是列入层 叫数据针 数据针 接着 针吧 接着 再往下封的时候 到了物理层 物理层 它有转化的那个比特流 这是那种电层信息吧 电屏 大家高中的时候 可能修过的物理 叫什么0110 那种高电屏 低电屏 这种电流信息啊 叫比特流 进行传输 这是它一个整个封装过程 所以说 它是数据 数据段 数据包 数据针 数据流 是没错的啊 数据流 其实叫比特流 答案是正确的 没错 往下看 184 这个题也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题很有意思的 三台 两层交换机 一台 HUB 互联 交换机 G开启 我给图给大家画一下 这个题 大家要细细的去分析一下 很有意思的 等一下啊 我就重新搭个tope 我们来试验一下这个题 这个题 很有技术含量 好 它中间是一个 HUB 这块是两条线 相连的 这是一条线连接 这是一条线连接 好 它的改的是 我看它卖个例子 先启动吧 它的卖个例子 应该是 S1 它 余线连接高 是12 这是 12 这是23 这是34 也就是说 它的余线连接高一些 这个次高 这个是最低 所以说 我们就配置 让R1成为G桥 这成个背非G桥 这成个非G桥 配置完以后 选举规则 大家都 应该都知道 你32768 32768 32768 它会比较慢个例子 你是12 是吧 这是23 这是34 那所以说 S1 它是个G桥 它是G桥的话 那1成G桥 这是没错的 它说的什么呀 错误的啊 第二 S1的G0-0-2 G0-0-2 阻塞端口 好 这个我们先控过去 S3的G0-0-1 3的G0-1 这个接口 它说这个接口是 AP被阻塞 首先我们要比较 这一条链路 它中间是 肯定要有一个是 选举出来一个 AP和一个DP的 是吧 选举DP 首先选举规则 比第一条 比到达G桥 到达G桥的 开销值 我从这儿 到经过S2到 和S3到一样的 它比第二条就是 接收报约的 BPD 也就是发送端的 发送端的 Break ID 2 发送的Break ID是 那个327180010F23 3是34 所以说23D嘛 所以说这个接口 就会成为一个 DP端口 我0-1就成为AP 所以这个没错了 AP端口 出去阻塞状态 关键是 B和D B说是 0-2 0-2 会被阻塞掉 D说是 0-2 两个端口 都是紫禁端口 可以转发状态 这两个接口 都转发 咱们看一下现象 好 我先把1 把它改制成个 STP Priority 改成0 让它成个G桥 2 成个背份G桥 Priority 4096 是吧 哎 我这少条线啊 其实这个 唯一的难点 就在这个SV1上去 我们看一下 它应该是个DP啊 是吧 这是个DP 0-2 是DP 那3 肯定是个AP了 AP 关键是1 这两个接口 之前我们大家 可能都了解过 都这样讲的 那个G桥上 所有端口 都是紫禁端口 对吧 但是这种情况 比较特例 它不是紫禁端口 就是说 这是牵上一个 DP的概念 我们先看一下吧 好 DP和BP BP 也叫做 Backup 背份端口 背份端口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说 我交换机上 收到了 我自己 发送的 BP DU 我这个接口 就是一个 BP状态 是吧 收到了 自己发送 BP 首先这个 我 我放大一点啊 我SV1的 G0-021 这个接口 从这个接口 发出了 BP DU 报文 又通过 Hub端 又收到了 是吧 收到以后 也就是说 G0 它会检查 这个BREGID 是我自己 是吧 MAC 是自己 所以说 它会认为 我这块 是一个 环路 我就会把 这接口 变成了 Backup 状态 知道吧 是Backup 这是R ICP 快速生存数 以及的 ICP 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说 这个肯定是 0-022 它是一个 Backup 而且是一个 Discarding 状态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做个实验 你们可以会去试一下 就是说 你这个找一个交换机 你找一个交换机 你看一下 你试着 把中间两个接口 把它连起来 两个接口连起来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其中一个是 DP 一个是BP 就是说 你端口小的这个 端口小的这个是DP 端口大的那是AP 不是BP BP 这个大家可以去试验一下 我看有没有问题 好 没问题 好 接着没问题 接着接着讲 这是这个期 所以说 当然是 都是指定端口 出去转发状态 这肯定之类的 这个85 VRP登陆方式 不包括哪一项 这个NetStream 不对 NetStream是一种 基于网络流行性的统计技术 就是说 NetStream就是说 做统计的 你发了多少个报文 里面报到什么东西 它是 这个调查 抽查 有个像统计的 肯定是不能做到 这个登陆方式的 这个不对 186 Displace 当此交换机 需要转发 Mac例子 这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 文档啊 好 当交换机需要转发 目的 Mac例子是 54899817F01的真实 54899817F018 不一样 是吧 它不一样 好 问题来了 我交换机 要转发一个目的的针 是吧 所以 它是一个单拨针啊 它的单拨针 就是说 我收到一个未知单拨针 该怎么处理 是应该像 其他所有端口泛红 是说 交换机将会在 除了收到该针的 端口之外的 所有端端口泛红该针 就是这个 谁说 这个单拨针 就是说 呃 我这个接口吧 假如我这个交换机 从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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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吧 收到了一个未知单拨针 我会向其他所有端口泛红出去 这个也是交换机的一个工作机制 当然是C啊 187 eSight支持哪种 版本的I-SIM协议 现在的话就有三种吧 V1V2V3 这个他都支持的 所以当然是123 eSight这个软件 它是一个华为的一个 那个网络管理啊 网络管理软件 呃 这是这个 之前有出过这道题 就说 eSight是 呃 只针对什么华为设备 是吧 这是错的 他不单单是支持华为 而且其他设备厂商都支持 就是这个啊 eSight 第88 下列描述正确的事 路由表中的吓一跳是多余的 有出接口就可以直到报线转发 不对啊 单独有出接口是没法直到报线转发的 他也要有吓一跳 不能有 呃 出接口是不行的 要要吓一跳 通过不同路由协议 获得的路由起优先级也不相同 这个没错 咱们讲过那个 静态是零 呃 什么 OSPF10 是吧 然后那个 呃 静默认啊 静态是60 直列是零嘛 刚才讲错了 直列是零 OSPF的10 静态是60 VIP是100 是这个 不同路由协议 所定义的度量值具有可比性 这个是错的 他这个说是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也画个例子 画个图 解释一下 他这样 好 这是一台路由器 这是个路由器 这是个路由器 这是一个路由器 这是一个路由器吧 啊 画的太大了 这是一个路由器 这块也有 这块也有 假如说我上面 这块是OSPF 这个是扣设置 是RIP啊 什么叫RIP啊 这个是RIP 是吧 好 下面不讲了吧 就这两个吧 这几台设备 假如说我这个OSPF 它比较是接口带宽 我这是G 1G 是吧 好 我这是百兆 它两个是没有可比性的 RIP 它看着的翘数 每经过一个设备 我翘数变成1 OSPF是比较了MATIC值的 COS值 呃 这个两个是没有可比性的 它比的只是一个优先级啊 Preference 优先级 呃 就是说 呃 不同协议之间 比优先级 在同一协议之间 才比较这个MATIC值的 假如说我这个也是OSPF OSPF 好 它这个时候 它才会比较你 这个贷宽 也是你是1G 是吧 我这是100兆 那么 我1G 它的贷宽就 它就会走上边 不走下边 就这个啊 就是说 不同协议之间 是比较选级 同一协议之间 是比较COS值 或者MATIC值啊 这是这期 这个89 呃 IP 赛克 退道词 哪下的参数 之间不需要取保一致 首先什么安全协议 是必须一致的 对吧 封装博士 你安全协议不一不一致 没法协商 封装博士也需要一致 这种算法 这必须一致的 就这个名字啊 这个proposal名称 只具有北地意义 所以说这个答案是C 是不需要保持一致的 看199 读书所知 四台交换机都运行STC 各种参数都采用默认值 哦 他这个意思说 你这是低桥 我再画一下吧 呃 来讲 这个题也需要 稍稍微的 你们了解一点 这个题也是很重要的 好 是这样 你R6 S6是个根桥 如果说这个根桥挂了 不是他对他说的不是挂了 这个接口出现了拥塞 导致你S8 收不到BP的报纹 那么S9这个接口 多长时间才会记录到转发状态 呃 我看是不是这样啊 这个接口是blocking的 这个接口是blocking的 这是blocking的 这个是R这个是根桥啊 好 你这个接口挂了 不是啊 这个接口主意 他说是晕色 我没有收到BPTO 假如说我S8 收不到BPTO 他会等 等个20秒 如果20秒 我还没有收到BPT报纹 我就会人会人临居失效了 是吧 临居失效 我这个接口就会变成一个 什么 他就会往外发送BPT报纹 当S9收到BPT报纹以后 他就会认为雷居失 他是7BPTO 我会直接回复一个最优的BPTO 给S8 于是 你这块 这一块是没有收到BPTO 是吧 但是我这一块是也会收到的 是吧 这块也会收到的 所以说 我会回复一个最优的BPTO 给S8 其实大家还可以这样理解 你这一块挂了 对吧 这块挂了 我S8没有收到BPTO 那我S8肯定是也不会给9发上BPTO 所以说我1-0-2 他也会等 他也会等个20秒 20秒以后我没有收到BPTO 我就会把认为这个邻居失效了 我接口就会从那个 blocking 变成listening learning flooding 再经过两个转发的延时 也就是30秒 30秒再加上刚才那个时间 20秒 一共50秒 也就是说 这个接口会经过50秒 才会记得到否认状态 所以说 该答案就是50秒 50秒 我们看一下 当然就是B 50秒 好 今天就讲到这样吧 有没有问题啊 大家 好 没有问题就下了 大家都不说话 rob 짜 一面 飞 卢 转发 笑 转发 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